鋁电池 铁电池 铁电池自从问世以来 因为具有优越的性能 很快的就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中又依照正极材料的不同 可以区分为许多种类 而铁岩科技公司 正是全球第一家 量产铁涅菇二次铁电池 正极材料的公司 公园院转给我们的石油酸第一代 那我们 不管在容量 或者是压实 甚至到为后来的 减度表面语言 这些后面的第五代 就是已经开始 又进阶到不同的 功能不管在寿命 或者是容量上都能够 做得更好更安全 一路走来即使 面临许多不同层面的 课题 在他们不懈怠的态度下 成功跨越这些障碍 持续又研发到第五代第六代 那几乎我们现在第五代 都已经拿到 昨天拿到台湾的专业 主要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铁涅菇的部分 二元的部分已经拿到 还有一个三元还没有 还没拿到应该是近期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大陆的已经拿到了 美国也拿到了 对于全球锂电池应用的发展 技术及资源的掌握 将带来一定的影响 美国电动车在前两三个月 一个礼拜就接受订单 接到了32万5台 它要生产到明年底 你生意电动车做得再好 我电池供应不上你还是挂了 中国大陆1357能源汽车的政策一下 就会让我们原材料飙涨了两三倍 材料的使用是有那么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你将来在回收的负担上 它用多少料你的回收负担就有多少 所以对于费锂电池的回收再利用 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也期望未来能够达到 资源永续循环的目标 像我们讲电动车的电池回收 那能不能再利用 除了化成金属材料回收以外 中间有没有利用的空间 我们本来也在想像这样的空间 但中间因为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现在其实还没有这个答案 但是是可以考虑